美国继周三加州爆出第一例Omicron确诊后 周四一口气暴增七例 目前已经有四个州沦陷 美国米尼苏达州 科罗拉多州以及纽约州都在周四宣布有Omicron确诊者 其中米尼苏达州的这一例没有非洲旅游史 被认定是美国首起本土病例 患者曾在11月19号至21号到纽约市参加动漫展 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呼吁现在应该当作Omicron已经进入社区 建议参加动漫展的5万3千人做筛检自主健康管理 美国冬季防疫大作战 拜登宣布要扩大接种检测延长口罩令 在现有的免费PCR检测外 再提供免费居家快筛试剂 最重要的是收紧国际旅客入境规定 目前全美18岁以上的完整疫苗接种率仅71.2 加强剂的接种率低到只有22.8% 现在魔王Omicron杀到恐怕让美国Delta疫情再恶化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